干干净净,重新进入六道,或为仙,或为人,或为处。 不是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意喝下孟婆汤。 因为这一生,总会有爱过的人不想忘却。 孟婆会告诉她你为她一生所流的泪都熬成了这碗汤,喝下她,就是喝下了你对她的爱。 来的人眼中最后的一抹记忆便是她今生至爱的人,喝下汤。 眼里的人影慢慢淡去,眸子如出声音而般清澈。 喝过孟婆汤,能忘掉尘世间的苦与愁,哀与乐。 只要喝了她的汤药,前世今生的修愿,便会忘得干干净净。 来世重新为人,天挂之人,痛恨之人,来生都将形同末路。 这种让人相见,不是这汤,就叫做梦婆汤。 人死后去阴间的过程,第七观,奈何桥观于此桥,存在两种流行的说法。 一种叫做奈何桥,另一种叫做奈何桥,过奈何桥头,一去不回头。 桥分三层,上层红,中层玄黄,最下层奈黑色。 欲下层欲窄,欲家凶险无比。 生时行善事的走上层,善恶间伴的人走中层,行恶的人就走下层。 和里面竟是不得投胎的孤魂野鬼。 那些溺水而死的鬼魂,总是在桥梁上下或左右桥头, 为自己寻找替身者,以便使自己能够脱身而转世。